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在Brandwick的楼盘 它叫做Solo 4 这个area就叫Solo District 发展商是Bosa的Family Company Appear 现在大家看到的已经有了三栋在这里 这个和一个屋苑第一栋2015年起号 在Hofood上面 第二栋就是这栋 它是2017年再有起号 第三栋就是今年正在收楼的Solo 3 看上去特别英俊一些 外面很干净 然后第四栋的具体位置 就会是对着第三栋 就在这个围板后面 现在的状态是它已经在挖地 在准备去建设 方向的话 这边后面直下是南边 大家看到远雪的高楼 其实就是Metro Town Solo District的位置 就是在Low Heat Highway的后一条街 即是大家看到Solo 1和2的后面 就是Low Heat Highway 天车站Sky Train的轨道就在这里 中间这一条可以走到车 又可以走到人的内街 即属于Solo District 这一条街叫Sky Line 然后是可以通到后面 亦都可以出回Willampton 直到Metro Town 都很方便 然后我们过对面马路 大家可以看到那一边的高楼 大家都知道最近Brandwood 比较火热 很多楼盘 那边就是Concord Brandwood的位置 走过去大概是10分钟 然后Solo District后面 大家看到那一栋黑色的楼 那是Amazing Brandwood Tower 1 4510 Halifax 那个Mall就是那边 Sky Train站都在那里 走过去都是5分钟之内的路程 Solo District下面本身自己 已经有很多配套 我们在这个区域 有一个很大的超级市场 叫Hole Foods 整个都会去买菜 另外就是有很多 例如Dental 看牙医 Starbucks Coffee 然后也有吃越南粉 吃日本东西 所以在这个区域里面 下楼踢拖 都已经可以解决了 你大部分的生活所需 如果说要逛街买衣 或者去一些 例如Food Court那些 走到Brandwood Mall 就可以解决了 又可以坐Sky Train 又可以驾车 去Metro Town都很方便 大约10分钟左右 那我们现在和大家 去Show Room里面 看看今期的Display Room 那我们现在就进来Show Room里面 看到一些很巨型的建筑模特 很久没有见过 有这么大的建筑模特 其实刚才在外面 都已经看到现成的建筑 这个是Tower 3 刚刚今年是在教楼 然后后面那一栋 就是Hole Foods 就是Tower 1 它的前面就是Tower 2 方向的话那边是北边 那这一条就是Willington 好了 那我们说回这一栋 Tower 4 就是今次这个project 它楼高是51层 它会由住宅组成 和旁边大家看到 这个component 其实是商用的 即是说是一些office building 将来都会有发展商APL 去管理 它的位置都会近一点 Willington 相对来说是多些车 比较繁忙的地方 就是商用building对住 那内街入少少就是住宅 住宅的门口 都会在这个内街 area 里面那一条就是Skyline Hole Foods 停车场 吃饭喝东西 都在这个内街范围里面 大家都可以走 和可以通车 那部门口 就在这里 这一个建议 它都会是两房单位 是特别多的 这个西南corner 大部分都会是三房单位 另外这一边东南 后面东北和西北 那三个corner 都会是两房 来的 因为这里多了一个商用的建议 这一边都是一个商用的建议 所以变成会没有了一个 一部分的单位 所以其实 低一些楼层 一梯的火数是少一点的 所以这一边大家可以留意 那我的网上 caryquite.com slashsolofloor 我都放了所有的floor place 除了48楼以上 是一些特色单位 大家可以看到 去到上面48、49楼 飘出了一个很大的露台 那些会是特色单位 将来有职再和大家分享吧 那他的会所设施 会设施是20和21楼 这一层是20楼 那这些是外面的普通地区 这里面会是派对房 外面有些community garden 大家可以种东西 可以选择 可以用烧烤 可以吃东西 那会所设施 大家可以来这边看一看 有大的dining area 也可以出去的 肉烤烤 那也有其他的 比如说是lounge 打下桌球 或者是饮杯 也有gym房 那gym房 因为设施在20楼 21楼 变成大玻璃 景观都不错的 除了gym房之外 还会有属于住户 专享的business area 好像business center 那样的 看看示范单位 我们首先参观的是 一个两房的示范单位 它是属于B5Plant 整个建筑的西北角 是corner unit 室内总面积907尺 睡房分两边 这个是主人套间 有个露台 这边都是corner位 连房也有corner OK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大部分的楼层 都会有这一只 我们现在门口 就进入了一个小走廊位 首先看到的就是客厅 我们先看到 这一只卡楼是深色系 我留意到它的特色 是它那个counter space 比较阔 这边一个水盘位 这里还有比较阔的空间 medicine cabinet 可以打开这一边 方便拿东西放东西 然后这里上面都有LED灯 都是大镜 下面有四格桂桶 上面这一格是金属材料 另外这两格 都可以拉到最尽的桂桶 櫑底是凌空 还有也是有灯 地下这些都是铺砖 这一只砖的颜色 都是match 长身 包括延伸到这个里面 都铺砖了 它是一个 放在上面的小轰盘 我们去看看其他位置 这个积极的话 里面就是一个entry closet 连起洗衣机干衣机 留意到它其实无论是一房 还是两房 都用了大尺寸的 卫尔普洗衣机 旁边这些櫃都包了给大家 进来可以放很多东西 它的櫃门 我开门的感觉是很smooth 因为它不是用走珠方式 它是用磁石方式 所以不需要很大力的拔出来 这边也有些造型设计 进来之后 看到已经是厨房位 和饭厅位 加上客厅位 一起可成看到 它这颜色圈 主要都是以白色厨柜 和白色台面 下面都是白色柜 去配一些木色 深木色 两者双间 地板就是中木色 然后这边有柜柜櫃 这些全部都是厨柜 都是一些可以放东西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当然它没有做到很深 因为都是偷了一些长角的位置 但是我想就是这样的空间 都很足够大家去放东西 它全部都是没有手柄的设计 都是按键推开门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空间 我们来看看大的中度 和它的厨房空间 它全屋的电器 除了洗衣机干衣机之外 它都是用Bosch的 两房三房的单位 它都会是用30寸的电器package 路头这边 5个Gas路头 Bosch都是30寸的 下面的焗炉 也是30寸的Bosch路头 countertop 和back splash 都是白色的石鹰材质 抽油烟机的话 它都是含入色 在这里里面 也应该有灯 这个也有转角厨柜位 里面都可以进去放东西 下面都是这些柜桶 没有用手柄 直接有粒槽可以拿出来 上面有两格柜桶 这些都是金属的材质 而且有点闪亮亮的 这一块和刚才的pantry窗 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广度不算太阔 刚刚配到counter space 放一些杯碟碟碟 碟碟应该不要放到杯 没有问题 下面也是一样 放两瓶酒和调味料都可以 旁边还特意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櫃 它里面是有灯的 没有一格 然后有这些是玻璃面 可以放些很漂亮的东西 来到这边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大的特色 是Bosch的超油烟机 这个是Bosch的微波炉 它是打开的 里面的尺寸也挺好的 大家开过来看看 Island下面也是不同的处物空间 给大家看看洗手盆下面 它是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垃圾桶 里面这边还加了一块板 就算在垃圾桶上 也可以放点清洁用品 和金属材料 旁边这个是洗碗碟机 也是Bosch的牌子 这边也可以坐几个人 这里也还有储物空间 在Island上面 还可以打开两个櫃 这边也有铺子 下面也有灯 然后这边是逛街 然后是客厅 这个是逛街 所以是两边窗 再加一个逛街 就是出到露台空间 这个是第二个座位 进来的感觉就是 比现在很多人看到的 座位都大些 起码有很多走动空间 这里放了一张双桌 旁边有两个床头柜 中间还有空间 大家如果想放书桌也可以 重点就是它也有两边窗 它连房间也有座位 除了客厅是座位 第二个座位也是座位 彩光就会好些了 这个衣柜也是比较特别 我记得上次看到这类衣柜 其实是Downtown Brow Place 它是有sliding door 和soft clothes 不会弄一声 里面有sensual lighting 所以你一开就会穿 你关掉它之后 那一会就会暗 除了那些装衣 那些空间包装之外 还有大家会看到 这些玻璃台面可以放东西 还有整个可以拉出来 放标、皮带、首饰的柜桶 有两格的 这里可以放鞋 我觉得这个衣柜 照顾得比较周到 让我八卦看看这边 刚刚有一格 这里还有一格 其实也很漂亮 这个衣柜我很想拥有 这个很棒 这里还有几格柜桶 上面这个也是玻璃 有点亮晶 感觉上很premium 真的可以 那我们去看看主人房 这个queen size床 两个大的床头柜 然后这里主人房的设计 就是这样打开的衣柜 跟刚才有点不同 但材质和感觉 里面的sensual lighting 都是一样的 同样也会有这些 拉开来可以放东西的柜桶 下面有两格 这一边也是 基本上跟刚才是一样的 鞋在下面 那洗手间就挺暗黑系列 白色桌面 就配了下面的深色柜桶 里面的style 跟刚才我们看下一次一样 不过它存在空间 这里有总共三格 两大一细 然后两层的柜桶 也没有空间 那麦德尊桌面 它似乎是全都可以打开的 这里 然后关门 每一块镜头 上面有LED亮 然后这里有毛巾架 然后有个shower stove shower stove 下面用的是纤维底座 然后这里有个neach 就是可以放洗头水护发素 然后有一个ring hat 这个ring hat 可以这样移动一下它 也有一个handheld shower 可以拆出来 还有可以调教高度 好了 那留意到 Solo4的房间里面 上面都可以是装灯的 那现在如果记得 我们之前拍过 有些楼盘片 或者是现楼 房间是没有灯的 常常都要装落地灯 那楼底的话 大部分都会是9尺楼底 那去到厨房 就会有少少 drop down ceiling 那这个是一个 一房间班的单位 室内的面积就是612尺 左右 它会有一个露台 那一房的积极就很方正 那现在我们去看的 这一只 就会是向着北边的一房家钉 那我们门口一进来 它的entry closet 都是跟衣柜的材质是一样的 这些暗黑玻璃面 有少少透视的感觉 里面有sensor lighting 右手边有个钉 那现在看到的这些 都是display designer idea 将来不会有这些 也不能升级 但会是一个房间的size 就是这样 可以足够放到书桌 再做些柜 然后呢 左手边就是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的size 也是感觉很舒服 这边全部都是浅白色 有些不像大理石文的砖 一个比较长的shower stove 跟刚才另外的房间是一样的 后面都有niche niche位都是白白色的 可以放水滑 然后来到这里 颜色大家看到它是白色的桌面 然后配了比较浅木色的柜桶 柜桶里面的设计 跟刚才也是一样的 两格 这边也有很多space 如果大家真的有很多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 都可以再放一个小小的架子 或者很帅的 北欧style 有些黑色的一条毛巾 很喜欢那些 好 进来 刚刚我们还是在走廊位 进来这边就是laundry laundry的话 即是一房单位 都是一样full size 衛儿袍牌子的干衣机 小衣机 可以洗很多东西 小一点一门的话 它的瓷石就在这里 就不是在上面 一样有这个display 一条坑纹 我们现在看看一房的厨房 dining area 它的颜色的color scheme 整体是warn一点 是多些natural wood color 它的地板的颜色 地板的颜色 配上它这些厨柜的灰色 和这一只木色 都是配搭一点 再大自然natural一点 因为来到一房 所以它的冰柜package 尺寸就会小一点 牌子都是bosch的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洞 可以有住民空间 牌子都是bosch 这个因为它是match了 冰柜的size 所以这一组pantry柜 就深很多了 比刚才我们看到的两房单位 我用一只手开放进去 基本上可以大半的手伸进去 都是还有位置的 这个洞位 它又是做了这个 靓靓仔仔的display 极效果 它的石鹰堂面 和backsplash 的color都是match的 然后这一边开始 就是储物空间 这里的柜底 全部都有灯 然后这一边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24寸 会小过两房单位 都是bosch 四个gas楼头 下面就是焗炉 它这个counter space 的台面之外 大家可以留意到 另一个特点 就是它有waterfall 而且这一块的island 中岛上面的石 是特别厚的 是两寸半的厚度 看上去就很厚实 很美观 然后即使一房 微波炉也是一样 是bosch 就是这样打开 微波炉下面 也会有储物空间 这里也放到 挺大的煲 这个island 因为它一房的单位 放了island之后 其实就没有地方 再放大餐桌 它就希望大家 都在这个island上吃东西 客厅又说 这个一房的职 其实它也是偷了位 虽然不是corner unit 但是除了这个向北的山之外 它这边也还有一个设计 是向西边 也算是有些光 可以偷进来 所以那个光弯度都可以 起码好过正corner 它出到它的露台 其实这里后面 就是另一个unit 这个是自己的露台space 也挺阔落的 这里差不多可以坐到三人的沙发 也还有space 电视机位就要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安装电视架 你这样又可以歪一歪就好些了 接着我们看一下房间 这一张queen size床 两个床头柜 一房都是向北 看自己露台的风景 好 然后衣柜的话 一样 跟刚才两房 它都是同一个style 暗黑衣柜面 好帅啊 这个真的是 这也是soft close 我这么大力推过去 都不会说是很大声 一房加钉 最小的单位都要600多尺 预计都是70,000中到70,000高 小两房 即是没有钉 大家可以看到 700多尺到1200到有 因为它有些特色单位 大概是80,000尾 大家也预约90,000头开始了 两房加钉 大一点的 800多尺开始的 那些差不多有90万尾 大家预计100万 松一点 以上起价 三房单位都是1000尺以上 到差不多120万左右起价 这个project的话 管理费是$5,7 管理费是会包了冷暖气 还有你gas炉头的使用 楼下是有24小时的礼班服务都包了 匯所设施的使用 垃圾费 还有热水等等 除此之外 每一个单位 你都会有一个车位 和一个充电器 买在里面 assignment fee 即是楼花转让费是2% 2%的楼价的转让费 可以转给第三方 然后 它的落成期 预计是2027年的春季 就会整栋楼起好 开始入住 第一期 就会是10% 第二期 其实是一年后 就会是5% 应该会还有一期 还有一期 什么时候比 和多少%呢 暂时未知 它是未确定的 SoloFall 其实有不同的楼层 有些不同的 总体的 我们先说说 22楼到44楼 这是比较大的部分 商业楼上 是如何的呢 22楼到44楼 向北向东 分别各有一个一房单位 刚才提到的 价格位 差不多是70万米左右 然后也是有车位 和有铁铁 两个一房单位 然后 在西南区 有个三房单位 没有做到示范单位 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门口进来 和两房很类似的厨房位 这边一个主人套间 然后两间睡房 一样都是区间 它的尺寸 室内面积是1032尺 这个是比较特色 另外就是 两房间 和夹在中间的两房 也想和大家分享 这一只两房向南 我觉得挺特别的 因为向南方向 本身好一点 暂时没有扭遮挡 进来门口 又是不浪费的 厨房、拍饭、空间 两边房间就分开 不会吵到大家 还有我觉得特色是 虽然它不是一旁 但它凸了出来 所以你除了向南 还有向东和向西 两边可以偷光进来 两个睡房也有很多彩光 这一个客房 还可以出入露台位 我觉得这个职位也挺特别的 如果楼层比较高 我想应该都一定会过一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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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 这些是少了些单位 只有五个单位 除此之外 再给大家看看 45-48楼的特色单位 我刚才看到西南区 它是一个很大的两房单位 1231尺的两房 这个应该会有很多朋友喜欢 尤其是想自住 它只有三个单位 门口进来 你又向南向西 彩光会很好 厨房是很大 有饭厅 还有家庭 还有客厅 然后就两间睡房在这里 它的walk-in closet 也特别大 还有其他特色单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我的网站 下评就可以了 因为我和机仔都很喜欢去Hole Foods买菜 Hole Foods里面有一些产品 其他大部分的超市是比较难找到的 它比较多生酮 还有比较生酮食品 所以我们有时都会来这边去买 而且Metro Town是没有Hole Foods 要到Brandwood才有 其实Hole Foods分布也不算太多 基本上下面我们Richmond Surrey 好像都没有Hole Foods 要到差不多这个地方 Brandwood 还有我记得Broadway也有一两间 上面西湾 北湾都有 所以客户都要过来这边买菜 虽然买也有点累 但我当游车好 但如果大家住在这里就不用那么远 下街就可以很容易买到比较健康的食品 Hole Foods的话 大家住在楼上就直接下街买菜就可以了 但如果大家是住在附近的 例如你住在Conger Brandwood 住在Amazing Brandwood 外面大家找不到位置 其实这个停车场也是可以进来的 买什么我们要 很多东西买 是啊 酸透色色 酸透牛油 好 很多是有机的 那你看到绿色牌那些 全都是有机的 是啊 那它不是有机的那些 就是白色牌的 这边买东西呢 如果大家是想买自然的 就比较放心 因为你去其他超市 它没有写的 很多都没有写 它是不是自然的 那其实 那这边每个都有写 那其实如果它没有写 我想就不是了 这些都是自然的 小粒一点 而且货品的东西呢 它比较小一点 而且有机会有虫 是啊 我见过我们买的那些梅 里面有虫 那有虫呢 其实证明它没有杀虫剂 我说一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买自然的食品 为什么贵一点都去买呢 那就是因为呢 现在很多农地 它种植都是用农药 杀虫剂 杀草剂 和那些植物呢 是基因改造 那基因改造了的植物呢 它是不怕那些杀虫剂和杀草剂的 那所以呢 它们可以放农药下去 去种植 而那些植物是不死的 那所以那些植物 残留了很多农药 在那个表面 那如果我们吃了呢 其实是有害健康的 下这么多杀虫剂和杀草剂 政府都不去监管 那其实呢 有个研究就说 那些科学家测试过 那吃三个月那些 不是自然的食品 那对健康是没有影响的 那但是呢 那个测试呢 就是维持三个月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一世人 不停吃那些 不是有机的东西 那是会吃了很多农药落土的 白色这一只 它没有农药的 那这只呢 就很大机会是有农药去种植的 那所以它是特别大棵 有啊 这里啊 这些是小棵少少的 种出来的 不是 它写着是自然的 这里 这个有多少钱呢 三个半 自然的三个半 不是自然的呢 它要卖两个四个九 那如果大同华呢 一个一个多就已经卖到 那些很大棵 那些 那些 买蒜头先 那这里呢 都有自然的蒜头 因为中国的蒜头是佔了 是佔了整个市场的九成的 所以大家大部分买到的蒜头 都是中国制造的 那这里呢 是美国的东西 来的 California 自然的蒜头 那它有什么分别呢 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蒜呢 是黄一点的 底里呢 是黄一点的 整个表面是黄一点的 而且 大陆那只蒜头呢 全粒是白色的 很白的 所以呢 它一定是下了 漂白剂 和一些 巧克力粉 或者 或者农药 那我们买多少个啊 所以我们现在买两只 而且这些我怕蒜头 虽然它贵一点 但是它大粒很多 里面有很多粒的 7元一磅 肉档呢 这里有很多选择 这些是这个巨型牛肉 31.9元 几磅 1kg 1.1kg 然后呢 这一只牛仔骨呢 16.3元 还有这里的牛肉呢 分了很多种了 如果可以的话呢 就grass fat 即是草喂的牛 那些牛 因为呢 它 有分的 写着grass fat 和100%grass fat 100% 就是它整只牛 就是用草来喂的 所以不是grass fat 那些呢 其他的牛呢 就是我们在Costco 在其他街市买到的牛 就是用菊来喂 用菊来喂呢 它会大得快很多 而且它的热量呢 会高很多 脂肪呢 很多 即是很油的 草食那些呢 没有那么多脑药 那还有口感呢 跟普通那些呢 它是有些分别的 它硬很多的 那些肉 硬很多的 就算牛仔骨也好呢 它不会整口油 是 那我们买 买牛油 好 我觉得差不多 太长了 是不是 差不多 你全部都放进去 是啊 好吧 这些牛油呢 其实又不是 不是周围都有得买的 又是grass fat 那它会香濃很多 我试过了 我对比过呢 普通的牛油跟这些牛油呢 你吃到口呢 一吃就知道了 是啊 主要呢 是那些牛油 九个多 又买了一支油 十四元 牛奶七元 牛油果油 十七元 十九元是鱼 阿波卡道 这个牛油果 就五元 然后买了两粒蒜 一个多 Oyster mushroom 即我们菇四元 Green Cow 就是三个多 就是这样 好 感谢观看